嗨 大家好 我是Peggy 感觉我真的很想我看 因为听刚刚每个人的经验都比我还丰富 所以你们今天就当听故事就好 那我刚好也想要讲一个 就是我这一年夏天的旅行的故事 好 停下去吧 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了 我中文名字叫王思平 我是正大广电气霜气管 今年也生大四 我狮子座 我八月生台北人 以前的经验是大二在饰品店打工 大二在我们学校的咖啡打工 还有再来我就带一个社团 我是当团长 然后我去投Google那个馒头计划 我是其中一个小馒头 对 然后现在呢 是正大广电气霜的三届必打工官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进校园的话 可以联络我家 对 然后 最重要的是 我是一个很喜欢冒险旅行家 我曾经去过纽约上海还有首尔 那我今年夏天的目的地就是这里 商业周刊的品牌公官部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像刚刚阿峰讲的 很多人在暑假开始之前 都会在找打工游学交换等等机会 然后我却在找实习 我就会想说我这样决定是对的吗 因为我们学校超多人喜欢出国的 我就会觉得 那我这样子是不是太实际了 就是很想要趕快出社会啊等等 大家都在享受人生 后来我到了商中之后 遇到我的partner 也是一个男生 那我就问他说 他叫廖正祥 就是Nick 我说Nick 你觉得旅行是什么 因为最近好多人都在讲旅行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体会生活等等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那么麻 我根本就没有在体会生活 然后Nick给我一个很棒的答案 他说其实旅行就是一个过程 你经过你走一条路 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 你也不会 你不知道你遇到什么人什么事 可是你跟他们聊天之后 你经过一些碰撞 心理的冲击 你会学到一些事情 而且你会比你自己的 昨天自己更进一步 那这就是旅行 就像我们现在在商业周刊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主管会说什么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我们经历过之后 不管是好或坏 我们都让自己的眼界更提升 这就是旅行 所以我今年 我等一下分享就是我暑假一个旅行的故事 好 先来听大家好像都蛮有兴趣的问 我找到这个时期呢 是在104履历专区 学生实习专区投的 然后时间点是2013年4月 我就写好我的CV跟Resume都寄出去了 然后再来 书面成要通过我就收到mail 叫我去第一阶段面试 然后第一阶段面试是两个人之姐姐面试的 对 然后过了之后呢 就我们品牌观光部的总监面试 就我不是编辑部的 大家都好像以为上周只有编辑部 对 好 再来 我就收到了 接到一个天使节的电话 那这个时间只是6月 所以我之前拖两个月超满场的很崩溃 所以我就找阿峰聊天 你知道 对 然后那个时候很好笑 我在买晚餐的自助餐点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恭喜你 录取了 然后我就在便当店尖叫 我说真的假的 谢谢 之类的 因为 为什么会那么激动呢 少了一张 等一下 哦 这个 这个是我的录取率 履历有三百多份 我是其中的两个人 算下来 这个录取比例是零点零零六 然后那时候我也吓得 我想说 我应该不快可能上班 结果真的就是我 那 然后分享这张图 很多人都会以为 我是左边那种人 就是 一路以来就成功了 因为我选择成功路 我没有选择失败 可是其实我不是 我是右边那种人 我其实跌跌撞动很多次 像我四月的时候开始投了 我投了七千几百家 然后很多家都是 十层大海 然后有两三家 索性有 叫我去面试 然后 可是到后来也没有上 然后那时候 我就买 蛮沮举上的 我投了 像是拜尔药厂 HTC 然后还有一个 Womeny的网站等等 我都没有上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蛮难过 可是呢 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我打动 我们总监 让我进去的 一个关键 他问我说 如果结果公布出来 入局不是你 你会怎么做 那这个 是我拜尔面试 给我最大的礼物 因为在拜尔 他的时期 也是非常非常难进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是101 然后那种大楼 然后整个很气派 我就非常想要那个工作 我已经打到最后一关了哦 最后一关我想说 我一定要进去 我一定要上 天呐 在入局太低 我一定可以 可是我在面试的时候 我就会表现得太想要 太aggressive 那个就不是我自己了 主考官想要看到 是你表现自己 然后看你能不能 虚心的跟别人一起合作 这才是重点 所以拜尔面试实习完 面试完 我知道我没有录取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非常难过 然后也 那个时候 当下其实很 非常崩溃 可是 因为这个机会 我学到怎么放下 然后 我开始回想 我面试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赶快的补齐之后 我就向前走 幸好 我最后一个面试 才是商业走开 我就集齐了之前 我所有的经验 然后 很轻松的面试 然后就会 诶 上了 这样 好 那我就出发了 一开始这个是我 总结告诉我 你的mindset 然后也是我自己 给我自己的定位 就是我一定不是大学生 我现在两个月 是以上班族的身份 到公司去 好 也是因为讲 也是因为这样呢 因为这个好像有问题 我的schedule 变得很 很 很规律 像我以前七点 都 我可能睡觉的时候 就快 起床 就快十二点吧 可是我当上班族的行程 变得超级无敌早 像七点我就起床 然后九点 我就到公司 到公司第一件事 是看所有的网站 浏览今天的新闻 然后所有的什么 有的没有科技网站 我都看 然后呢 在十二点就准时吃饭 然后两点 回来就去工作 然后下午四点 就更正正工作 因为快要下班了 然后 六点呢 我就准时下班 那 有的时候会加班到七点多 也说不定 然后八点 我就很开心 哇 今天工作都结束了 所以我就约好朋友去吃饭 聊聊天 小桌一下 然后十二点准时 差不多快一点的时候睡觉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 我的工作的效率变超级无敌快 就以前一个礼拜 做完事情 我一天就可以完成它 好 那简单讲一下 大家有可能想知道 我在商中做什么 因为我是品牌公关部 所以公关部主要办记者会嘛 那之前很很庆幸的是 我们遇到刘大伟这个人 他出了一本书 叫别把钻石当玻璃柱 那这整个记者会 是我们商中品牌公关部 大概加持续生六个人 共同策划的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经验是 我们总监很好 他给我很大的权利 要我们自己去create一个流程 然后带着大家讨论一个议题 就touch很无聊的议题 叫做商中集团是否需要统一服装 然后你可以看到照片上 我每一个主管都穿白色的 是因为我跟我朋友要求他们穿 那天你要穿白色的来公司 然后这是你认真最爽的一刻 因为你可以指使你的主管做事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用了比较创意的方式 像有点像workshop 然后现场体验的方式 让带他们进行这个讨论 然后慢慢的引出大家的想法 最后归结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洞见 然后我们总监 对我们这次的规划还蛮impressive 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可以用这样的有趣的方式来做讨论 然后我们很高兴可以带给他们 很不一样的开会经验 对 还有一个呢 是很特别的经验 这个是我的同事盈盈 然后他的梦想计划 在我们实习的期间实现了 因为商周很特别 他们会要同人们 可以提个自己的梦想计划 那经过他的审核 通过之后呢 执行长就自己掏一笔钱出来 来帮你完成计划 那他的我叫他什么呢 登登 乐高 他想要让 他想要组一个乐高层次给他爸爸 然后当天刚好 音音的爸爸也快要生日了 所以我们在那天节目 然后他爸爸就当最后一个乐高工人 然后把最后一块基础放上去 所以我们就见证了这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好 可是呢 中间我当然就失败了一次 这拜托面试已经让我失败已经更够难过 可是我到时期之后又失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七月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是一个很很想把我生活填满的人 然后有时候会有点太过 所以我在六月的时候记得太多事情 比如说路易斯也知道我参加那个什么Google AdWords的比赛 然后呢 还有接了一些朋友叫我帮忙做什么Case之类的 还有社团要弄 然后我当时我已经忘记自己是上班族的身份 太忙了 从早到晚 然后六点下班之后我赶下一个开会 然后导致我隔天在开 跟我们总监开会的时候 他发现我会恍神 就会变成之后我后来发现我根本没有真正专心在做一件事情 然后呢还蛮其实我还蛮难过 因为想说天哪我怎么可能再做不好呢 我已经都这么低的录取我都进来 应该自己的能力应该是还OK吧 可是我们总监人很好 他就有一天把我抓过来 他就说那个Peggy 你是不是睡不太饱 然后那时候想说我还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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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被发现了 因为在大公司其实根本不会有秘密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team 然后你在做什么 你的精神就在怎么样 你的主管根本就一根本就看在眼里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其实不要把你自己弄得太慢了 那我们就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好 然后他也没有责备我 反而是让我学习到我在 我实习两个月 让我在八月的时候更专心的把我实习自己做好 然后把一些不必要事情都推掉了 就是对 然后那个时候今天七月就非常痛苦 但之后呢 这个危机也是个转机 幸好有一个实习的partner 他就是Nick 因为这次实习比较特别 Nick是只有大概七月而已 然后因为其实八月还有自己的计划 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个性比较稳稳的男生 然后我个性比较冲 就是我比较敢讲 然后他比较害羞内敛 我还以为他都不讲话 可是其实他是自己 他那种人很特别 是他自己思考是在心里思考 他思考的层面会比我更广泛 就是他会想好事情之后再说出来 然后我是只要想到 就赶快讲赶快讲 然后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你讲的 你讲的东西很表面 所以幸好我很满幸运的遇到一个 有个性互乎的partner 然后他在离开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说 欸Nick你可以跟我讲我三个缺点吗 拜托我不会吃掉你告诉我 然后他就说 嗯其实也还好啦 只是有的时候我 我在看你七月的表现 有的时候你要把劲弄太忙了 然后 嗯 你有的时候讲话方式可能会太冲 然后你改一下就好 其实你想法也很不错 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还蛮感谢他 这是他走的时候送我的礼物 对 那后来我在八月的时候调整心态 下一个伙伴也是 跟Nick蛮像的个性的女生 按一下 他是圆域 他今天在现场 揮手一下拜托 嗨 嗨 那他也 他个性也是跟Nick蛮像的 在八月的时候呢 我就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也慢慢也跟Nick 还有缘于学习 他们两个也是个性温温 所以我因为看到他们两个的样子 就更反省我自己 然后告诉几个 然后谦虚你 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厉害 你没有想象中这么能够 take care所有事情 你看你自己闻事的结果就是七月 叠个狗吃屎 那八月的时候我就慢慢的 状态有慢慢有起色 然后我也交出一个两份很漂亮的Proposal 就其实还蛮开心的 危机就是转机 那这个经验让我学到如何放轻松 就是祭拜而失败之后 下了第二次的教训 让我好好的知道 能够反省自己 你其实没有这么能够做所有的事情 对 然后呢 因为总监知道我七月的时候 对自己的表现没有很满意 那他最后我实习快要离开的时候 他就给我一些feedback 然后这句话我一直寄在心里 我蛮感激他的 他说别人对你的评价在乎 但不要在意 就是说 嗯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别人觉得你怎么样 然后你 对你这个人 也有一些评价 不管是好的坏的 但是他可能不太了解你 如果你太在乎的话 像假如说我七月很非常 到八月的时候 我还很在乎总监 对我有意见这件事情 我事情就不会做这么好 我的Proposal就不会这么perfect 所以我 他后来总监说我做得不错 是我没有把他的话 看得太重 反而是知道赶快要弥补自己的错误 然后赶快进到下一步 从错误里面学习 然后成长 对 然后接下来八月就结束了 然后这段旅程也差不多 快要到回家的时候 那以上是我归结一些条例 是我学到什么事情 跟大家分享 嗯 第一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要一直 如果与其一直说 一直想不如赶快就立刻行动 对 因为你如果不做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像是我七月一样 我好像 我会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讲得好像自己很厉害 可是我可能做不出来 像我跟Nick在整理一个 很简单的把答案归档的时候 他每一个答案都非常仔细的排排好 可是我居然把所有资料夹都装反了 我想说天哪 那你真的自以为是什么 你在开会的时候 讲得多么伟大的idea 可是你连这种小时候做不好 我自己凭什么呢 对 还有第二个是 Silence better than bullshit 就是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idea非常好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进一步去思考 慢慢想清楚的时候再讲 会比较好 尤其是在职场上的时候 那再来 observe and think before you speak 就是像我刚刚立凯讲的 你一定要仔细的观察 用心的观察之后 你才能够有你自己的洞见 之后再发表你的意见 会比较适合 然后再知道自己为什么工作 然后实时感恩 还有在职场上 一定要永远说实话 那很多 我学校很多很多事情 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继续再分享 那最后一个 有一句话想送给大家 就是 我觉得 这些以上都是我自己的经验 但是 就像是一颗糖一样 我觉得那糖好吃 我跟你说这颗好吃 可是你永远不可能 有真正的感受 你一定要自己去吃过那颗糖 才会同意我说的话 就会觉得 这糖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大家 你们大可以走出去的时候 把我所有的故事都忘记 因为这是我的故事 可能不是你们的 你们要 虽然也许 你们会因为听了我讲的分享之后 你们会更紧张 想说天哪 我们同年 可是我竟然会 不自走这条路 看起来没有那么成功 其实我也没有非常成功 我也是一路跌跌撞到而来的 所以在这边鼓励大家 有什么想法 你只要有一点兴趣 你觉得好像感觉对了 赶快去做 不要 不要迟疑 对 还有 再来 也是 这些失败教我的 一定要赶快去做 然后及早失败 然后 拥抱你的失败 之后呢 从失败里面 得到新的想法 那你就会一直在进步 当一个永远在进步的人 然后最后一句话 送给我自己的送给大家 Dear Pat Thank you for all the lesson Dear Future I'm already 希望大家永远都 一直在准备自己 然后最后一天 你们一定会发光发热 然后这是我的主管们 耶 他们人非常好 然后我们最后来 去吃东西 这样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